金黄色泽中秋节就要来一颗月圆人团圆的月饼 尤其是这里面包着满满肉松 甜咸香气又不腻 不少民众很喜欢 但如果要网购要留意 社团加一加二送出前先好好想一会 网购平台月饼白白肿 五人火腿口味就可能藏陷阱 农委会特别提醒 精华五人云腿肉松等等 这些口味若从国外寄回 千万不要买 因为最近都在边境被拦截 尤其里何常混合多种口味 购买前一定要确认成分 千万不要随意在社团喊加一 买到国外劣质品 国外违规输入动植物产品 最高可处青年以下有期徒刑 还可处三百万以下罚金 主要就是挑比较知名的品牌 因为至少不太会买到一些 来不入不明的东西 你说那些非洲猪啊那些月饼 其实我应该不太会干嘛 对对因为怕品质还是会有差 所以想说还是直接来现场去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这个里面就是知名的迪化街的肉松 台湾猪肉的 要买肉制月饼 主要确保来源是台湾 业者也提醒在网路订购 还是有风险 因为现在真的超多那种什么大陆业者 然后很多房房的 那都是来入不明的猪肉 所以请各位消费者一定要 注明清楚 就一定要选择台湾的猪肉 网购月饼一定要再生确认 是不是有猪肉成分 否则加一后礼盒入境 吃不到月饼先吃上罚单 三内新闻李温柔 阿萱 台北报道